商务部的确实有在注意这个问题 每一年都有一些例子在不同国家的发生 就是在看这个反经销的问题 好的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从 世贸组织的裁决看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那么我们现场的嘉宾呢 是美国奋进战略公司的创始人兼合伙人 同时呢也是布什政府时期的 美国副助理贸易代表格雷琴哈米尔女士 Ms. Gretchen Hamill 那么同时呢 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免费长途热线电话 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0810-866-837-5161 那么在有的地区呢 你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广西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美国这个贸易保护是越来越厉害啊 反正这个对美国解决将来的贸易问题都是存在的 从这个产业来说 美国的那些落后产业展移到中国来生产 对中国的一种能源能耗的准耐 虽然美国得到那些三点的摄受 但从中国的难耗来说 这是对中国的有害 另外美国那些为了保护的那些失业力 对中国说出那种不太友好的那种贸易保护 我看这是很不明智的 他们应该 虽然来说从文化那些 比如电影啊 进口那些 从文化交流来说 中国做得很过分 但是 其实贸易裁定去对流 应该在文化方面 其他产品的应该 开放给美国后 进到中国来 李先生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美国的落后产业 转到中国生产 您指的这个美国落后产业是 比方说哪些产业 您举个例子好吗 好 广西的李先生已经这个挂电话了 那么哈梅尔女士 刚才她是讲的 美国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呢 好像越来越严重 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反对贸易的心态越来越严重 这是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现在的政府 在未来的两个礼拜当中 他们是不是会对中国进口的轮胎收关税 大家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有人在谈这个保护主义的问题 但是 这个奥巴尔总统在选举的时候 就谈到保护主义 他现在想要达成平衡 他说他支持的是公平的贸易 自由的贸易 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在看 他到底要不要给中国轮胎收关税 这是现任政府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可以让我们看出来 他们到底是自由贸易者 还是保护主义者 好 现在您个人呢 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坚定的支持者 那么说到的这个保护主义 和这个自由贸易这个问题 那么在全球呢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候呢 也曾经刮起过这个贸易主义盛行的这么一股风 那么现在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和上次的 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不一样呢 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浪潮之前 之前一个法案经过国会通过之后 带来了很多限制 有些人会说 那个时候带来了一个这个经济的大萧条 当时我们保护的程度是让自由贸易变成完全不可能的 也影响了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经济 那个时候我们有贸易的顺差 事实上我们贸易的这个经济情况好的时候 是会有贸易赤字的 赤字其实有人说是健康的 虽然说并不一定是真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有贸易的顺差 还有经济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是 在采取这些行动的这个浪潮之前 但是保护主义的浪潮的确是在抬头当中 那为什么会抬头呢 我想这是因为经济的关系 因为经济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一直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断下降 我们现在要慢慢的开始 经济慢慢的好转了 在过去的八年当中 其实全球的经济是大幅增长的 美国不断要参加多化回合的谈判 贸易谈判 还有很多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很多贸易协议 很多国家和美国签订了这些贸易协议 带来了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大幅增长 但是现在经济有一些往下走 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 大家就开始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 为什么经济会衰退 很多人是怪罪贸易 有些人说是贸易的问题 让美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我想这就是保护主义者 说他们要实行保护主义的问题 因为他们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想要找一个带罪羔羊 好明白了 那么您说 这个是因为经济的关系 使得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是私长的在抬头 尤其在最近这几个月 或者说最近这一两年经济 全球经济都在下滑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目前的这次的贸易保护主义 只是一种暂时性的 这么一种市场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是 暂时的这个现象 这是现任政府要看的问题 比如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就有类似的问题 一定有人反对自由贸易 比如说雷根总统 对这个自由贸易 也发表了很多的意见 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的重点是说 在制造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在美国制造商品 然后输出到其他国家去 但是并不是大家都支持 这样的做法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包括我们制造业 还有商业界的基础建设 在美国制造的话 可能费用会比较高 所以才会移到其他国家去制作 然后再进口进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我们一直要对抗保护主义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了 只是在最近这些保护主义的声音变得更大了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好的 等于这个是老的瓶子 这个新的瓶子装上老酒 好 那么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您刚才说到是2001年加入的 那么自从加入了这个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在另一方面 它的这个得失的情况 那么您从一个旁观者来说 您怎么觉得呢 我们现在回顾中国入世以来 他们成为一个很成熟的贸易伙伴 提供更多国家更多产品 让他们的经济体也越来越大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经济体 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对于中国人民也是很好的现象 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可以提高 让他们可以提高收入等等